全国中等学校学生技艺竞赛结果出炉 金融市职业学校今年获得六座金手奖 光荣加商 借用商工二姓高中分别各得两金 其中光荣美法组除了个人金手奖外 也获得了团体奖 再次报回金手奖 光荣加商师生的努力备受肯定 荣获商业简报金手奖的罗子欣同学 不但在学业表现名列前茅 罗籍观念上也相当清楚 运用所有的时间冒足全力练习 从87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练习最大困难是解题 因为要在短时间内 就有限的时间内 就是阅读大量文字然后抓重点 我要感谢我的竞赛指导老师范胜兰 他都有帮我安排进度练习历届的题目 最困难的是要坚持下来 很开心最后真的可以如愿获得金手奖 另外获得美髮组金手奖的蔡雅文 高一时展现她在美髮技艺方面的天分 这次考题又设计出有AS型的发型 深获评审青睐 一天练习超过10个小时也克服学科比试 最终从65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我觉得比较大困难就是学科的部分 但老师的指导之后会更进步一点 另外还有讲究专业技巧 创意表现与切合主题的美颜组 与时间竞赛的文书处理组 还有展现内容主题 着重创意制作技巧的教具制作组 代表光荣家商的八位选手 共取得了两金手五优胜 获奖率差点百分百 在我们今年参赛的组别里面 加世类科我们参赛了三个组 六个选手 那六个选手里面五个孩子 获得一金手 然后四个优胜 另外的话商业类科 我们参加了两个组别 那一个组别一位选手 获得金手奖 另外一位获得优胜 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里面 将近半年的时间集训 那孩子们牺牲假日 老师陪同指导练习 那非常的辛苦 但是呢孩子们对于获奖的一个期待 也都非常的强烈 所以呢 愿意在老师的陪伴指导之下 然后用更多的时间来练习 那经过无数次的一个测试 所以我想孩子们的斗志高昂 然后他们对于老师的指导充满信心 也是这一次他们能够获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弹性多元的课程规划 引领学生在技职道路上 都能够在专业领域中 挥洒出亮丽色彩 未来进入社会 都能贡献一己之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